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俄乌同意遵守东乌停火协议 两周后再会谈 那俄罗斯 乌克兰 德国和法国周三 在巴黎举行诺曼底模式的四方会谈 经过八个小时的商议后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 各方应继续遵守乌克兰东部的停火协议 新一轮会谈将于两周后在柏林举行 那综合外电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名不愿居民的助手强调 巴黎会谈的目的是解决自2014年以来 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战斗 而不是俄罗斯入侵的威胁 他说这场艰难的会谈 最终取得了正面的结果 我们接收到了一个良好的讯号 那克里姆林公特使科扎克也坚称 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战斗 和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他表示在乌克兰东部问题方面 虽然理解上存有分歧 但各方都同意必须遵守停火协议 他说新一轮会谈将于两周后在柏林举行 希望这一进程能在两周内取得成果 那乌克兰特使耶尔马克在记者会上也表示 这是场艰难的会谈 但支持继续停火非常重要 他指出各方是在明斯克协议的理解上存在分歧 那明斯克协议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并继续支持乌东地区分离势力的情况下 为解决危机由乌克兰 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达成的 泰国与沙特阿拉伯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泰国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巴育上将昨日抵达沙特阿拉伯 正式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副首相兼国防部长 莫罕默德·本萨勒曼会晤 那此次也是两国长达32年来的政府级别会晤 那此次会晤中 两国达成一致恢复泰沙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 并准备从现在开始开启两国关系的新纪元 这也是双方过去在各个层面努力的成果 双方就如何处理外交关系进行了讨论 第一阶段将在两国任命大使和建立双边对话机制 那重整和促进互利共赢的各领域合作 那比如贸易 投资 食品安全 能源 公共卫生和旅游 包括在新的潜在领域寻求合作 如环境 再生能源 数字化转型 那除此之外 双方还强调在各种多边框架下相互促进合作 如伊斯兰会议组织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那与会期间 两国外交部长也讨论了关于建立两国双边对话机制 以系统和综合的规划和规定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 另外 他们也讨论了关于允许泰国劳工返回沙特阿拉伯工作的问题 那包括促进沙特阿拉伯劳工在泰国的技能特长 韩军方说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 那韩国军方就表示 朝鲜周四早上至少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物 但没有透露详情 综合外电报道 这是朝鲜这个月第六次的试射导弹 也是朝鲜至2019年8月以来最大系列的导弹发射活动之一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分析该飞行物的射程和射高等参数 那韩国军方就表示 朝鲜周二也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巡航导弹 此前朝鲜还试射两枚战术制导导弹 两枚能够在起飞后进行高速机动的高超音速导弹 以及一个铁路导弹系统 再来我们关注韩国法院进播 两大总统热门候选人辩论 南韩三大电视台KBS、SBS以及NBC 原本准备本月底安排两大总统候选人 那即执政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 和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的影戏月 那参加电视辩论 但首尔法院昨日接纳另一在野党国民党党的总统候选人 安泽秀提出的进播节目诉求 三台拟让两大热门候选人 单对单辩论的计划落空 那国民党与安泽秀约一星期前 入禀首尔西部地方法院 要求禁止三大电视台 在本月30及31日 播放李在明和影戏月 单对单的电视辩论 安泽秀当时主张 三大电视台在春节假期 只邀请两党候选人参与辩论 凸显两大政党失意妄为 独断装痕 这样安排有失公平惹人反感 那首尔西部地方法院 昨天宣布裁决时表示 虽然国家公职选举法 容许媒体可考虑播放时间等因素 自由安排并播放 总统人选参加的电视辩论 且该法律 未对媒体邀请参与辩论的对象 加以明文规定 但由于辩论通过电视播放 将对选民产生巨大影响 媒体机构在主办电视辩论时 有关选择参与人选的自由裁量权 应有一定的限度 那法院就称 综合考虑总统人选的胜选可能性 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关注度 举行电视辩论的时间和其影响力 国家政治形势等因素 决定有需要限制媒体 在选择电视辩论参与者方面的 自由裁量权 再来我们关注世贸裁定 中国可向27亿美商品增关税 那世界贸易组织WTO当地26日裁定 中国每年可以对价值6.45亿美元的 美国进口商品 征收补偿性关税 当中包括石油专用管材 及太阳能板等等产品 有关的关税补贴争议 可以追溯到2012年 美国对世贸的裁决 表示深感失望 批评裁决损害了世贸成员保护工人 及企业免受中国扭曲贸易补贴的能力 强调世贸有必要进行改革规则 及解决争端的机制 批评有关规则 被用作保护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做法 破坏公平市场化的竞争 那据报道 有关争议是于2012年 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政府时代发生 中国当时入禀世贸 挑战华府在2008年至2012年实施 针对太阳能板等22款中国产品的 反补贴关税 那这一次是中国在世贸组织 取得另一次具象征意义的胜利 那世贸在2019年11月 裁定美国确定对中国产品征收 反倾销关税水平的某些方法 存在错误 那授权中国对35.8亿美元 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新加坡与太平洋联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那新加坡与太平洋联盟 昨日正式签订太平洋联盟 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简称PASFTA 那这将有助于新加坡公司进入该联盟市场 并且降低他们的产品与服务的出口成本 那贸公布的文告就指出 除了传统的产品 以及服务贸易和投资 这个协定也包括一个国际海事交通服务章节 那新加坡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第一次有这个章节 他旨在改进新加坡和太平洋联盟之间的实体连接性 并鼓励交流和为海事业提供培训 那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表示 这是新加坡与太平洋联盟伙伴关系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新加坡很荣幸成为太平洋联盟的第一个准成员国 这将使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制度化并得到加强 他应深化与太平洋联盟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 促进彼此之间更紧密的联系 他期待与太平洋联盟合作 加强新加坡作为各自地区的中需点的作用 以鼓励更多的互动和合作 那文告也说 随着PASFTA以及联合声明的签订 新加坡将成为太平洋联盟的第一个准成员 这将使新加坡和太平洋联盟 能够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探索经济合作 如数码经济、物流以及基础设施 还有食品贸易 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泰国罗永府海域泄漏原油40万升 那泰国罗永府某线海中的一处原油 接收浮标的水下管道发生原油泄漏 泄漏量达40万升 那原油泄漏地点位于海中的一个油浮标区 很有可能影响到罗永府地区 因此污染控制部使用Oilmap液油模型 来对液油的动向和轨击进行快速的预测 预测在1月28日将有大约18万升石油流入附近海滩 随后再流入国家公园 那根据调查发现油管因为被微生物浮蚀 所以才发生泄漏 那目前污染控制部已经根据安全程序 暂停了附近地区的所有活动 并且通知相关机构对环境进行监测和控制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若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